世界卫生组织再次确认巴西举办奥运会会导致资卡病毒在全球传播的风险很低 在这之前世卫已经拒绝了奥运应该延期或异地举办的建议 专家团还表示没有必要对由蚊子传播的资卡疫情感染地区包括巴西实施旅游或贸易限制 而由于8月奥运期间巴西已经进入了冬季 蚊虫传播疾病的风险相对较低 到时将有约40万名外国旅客前往巴西观看奥运会